李云霄冷冷地说道 妖黄大人 我也不想逼你什么 但若是你选择六次的话 我们便再无合作的可能了 从此以后是敌非有 虽然你和爱大人 都是我异常珍惜的朋友 可惜道不同 便不再为谋了 墨脸上毫无血色 内心万分的挣扎 大公子饶有兴致地望着 笑道 怎么 很难抉择吗 看来你和李云霄这些人 产生了不小的感情啊 吞噬了李亦后 六道分身的记忆 已经融合在一起 虽然此刻出现的是第一道分身 但同样从六次身上 得到了供体的记忆 望着墨一脸为难的神色 大公子依旧是笑问道 是考虑到你自己和爱的情感 还是考虑到整个妖族的情感呢 是为难要不要将整个妖族迁入魔界 还是怕李云霄他们打击报复呢 墨抱拳道 先祖明鉴 都很为难 大公子点了点头 的确是很难解决呀 以李云霄的个性 若是你选择让妖族跟随我的话 怕是整个妖族都危险了 墨脸色大变 不由地偷窥了李云霄一眼 只见对方满脸冷色 李云霄点头道 大公子已和礼仪合而为一 那么在我面前的这位 至少也是六分之一个礼仪了 对我的确了解甚深 他直言不讳的对墨说道 若是妖皇大人选择归顺六致 我能理解 不会怪罪大人的 墨心中一松 满是感激的抱拳道 多谢蒙主理解 李云霄点了点头 不过理解归理解 六致说的没错 那时候我们就是敌人了 我是绝不会留着隐患 在自己身边的 你可以留下来跟着六致走 但我一回天舞界 这世上就不会再有妖族了 他满脸的杀气直盯着墨 那决然的神色没有丝毫情感 墨猛抽了一口冷气 震怒道 你 你什么你 维青也是冷笑道 你这边跟着六致混 而六致是要灭天舞界的 还想我们留下妖族一脉 哼 妖皇大人 很傻很天真啊 墨只觉得浑身发冷 两手掌心都是冷汗 若是患在以前 被压在武侠山下的时候 所有手下都只是粮食 即便全部死光了 也不会有任何心痛 但是这些年来 身为妖皇之后 似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每一个妖族的面容 在眼前闪过 还有爱那绝世的英姿 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大公子望着一直为李慧的柏 饶有兴趣的双手抱拳道 我也很想看看你的抉择呢 柏依然躬身坐衣在一旁 只觉得无比郁闷憋屈 自己怎么说也是圣魔镜的强者 竟然在大军面前 这般低姿态的攻着身体 而对方始终不闻不问 莫苦涩道 先祖大人 就没有两全之法吗 大公子淡然道 其实你的选择很简单的 因为投靠我 心许还有活路 若是投靠李云霄 将来本座灭界之时 一名妖族都逃不出来 灭界 莫浑身一颤 李云霄等人 也都是眼里冒出寒光 无比震怒 李云霄阴沉着脸 韩生说道 不就是为了借文章吗 你这人还可以再恶毒一点吗 哦 你也知道借文章之事 大公子颇感意外 饱含深意的看着李云霄 怕是应语告诉你的吧 你会问出这话来 看来他多半没告诉你借文章的作用了 应语此人心性歹毒 诡计多端 小心被他算计了 李云霄冷冷地说道 应语已经死了 大公子瞳孔微缩 惊道 什么 他居然死了 谁杀的 李云霄道 龟虚也死了 大公子愣在那儿 一阵之后才回过神来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应语 还有龟虚 想不到你们终究死在了我的前头 我还想亲手将你们撕碎呢 看来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他们两人是怎么死的 莫非是你杀的 大公子重新打量了一下李云霄 十分好奇地想知道 李云霄咧嘴一笑 很想知道是吧 但本少偏偏就不告诉你 是不是觉得人生很残酷啊 大公子眼睛微眯了起来 目光冰寒地看着他 你很好 又是一个自己做死的典型 百一直拱着身子在那儿 终于借机说道 大公子 此人刁钻蛮横 让我去杀了他 提起头上来 大公子淡然地说道 不用了 两位圣魔加上十七派 圣魔世家的强者 还有我古裕上万大军 连这些喽啰都杀不掉 还死了一位圣魔 你们的办事能力 也真是没得救了 百破为羞愧 红着脸说道 大公子放心 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必然将他们尽数歼灭 大公子白手道 不用了 若是连你也死了 那就麻烦了 百忙说道 多谢大公子体谅 但这群蝼蚁 想要杀我 绝无可能的 大公子冷冷地看着他 我可不想再冒这个险了 是 多谢大公子关心 百的心中一阵温暖 原本以为这魔主喜怒无常 冷酷无情 想不到对下属还是这般关心的 突然 他觉得头上一痛 却是大公子的右手伸出 直接抓在他的脑门上 并且一股极强的力量 不知从何而来 将其彻底地压制住 体内魔源运转 竟然一下阻塞了 大公子 百浑身一颤 尸声叫了出来 满眼都是愤怒和惊恐 就算我办事不力 也罪不至死吧 希望大公子狂红大量 我愿意戴罪立功 大公子摇了摇头 你误会了 我并非要杀你 而是你另有大用 另有大用 白脸色稍微好转了一些 但此刻被大公子完全制住 内心怎么也有一种 不妙的感觉 问道 不知大公子要属下做什么 李云霄等人 也被这突发的变故 给惊住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 不知道六翅搞什么鬼 大公子说道 你也知道 我这第六句分身实力太弱 直接影响了我融合后的修为 故而我再次一分为六 各自单独修炼 但第六句分身的力量 提升的还是太慢了 而前段时间 我阅览阿比古卷 突然得到了一种秘书 可以直接将圣魔炼制成魔灵玉 而魔灵玉的功效你也是知道的 对我那分身用处极大呢 神 什么 白面色骇然 大声怒道 你要将我炼成魔灵玉 大公子点了点头 原本有两位圣魔可以供我用的 现在变成你一个人 这仗还怎么打 现在你知道我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制止你继续打下去了吧 若是你也挂了 那我不得哭死 所有圣魔世家的人脑门上全都直冒冷汗 只觉得背脊骨上窜起了一股良意 蔓延到全身 手心脚心都是冰冷一片 白怒吼道 该死啊 我尽心尽力为你杀敌 你却想着将我炼化 摆着身躯 剧烈颤抖起来 也不知道是因为愤怒 还是恐惧 还是因为拼命的挣扎 亦或者全都是 大公子淡默地看着他 若真的是尽心尽力的话 此刻何来愤怒呢 证明你还是不够忠心呢 该死啊 你这个畜生 你这个天舞界来的畜生 白欺诈了 知道自己多半必死无疑 再也顾不得这许多 破口大骂起来 你迟早会不得好死的 魔界之大 非你所能想象 一定会出现 比你强大的存在 将你收拾掉的 大公子痴笑一声 我也很期待呢 但多半是要失望的 因为魔界将会成为 我的第二枚戒文章啊 李云霄心中大害 原来六次 不仅要炼化天舞界 甚至连魔界 也要一并炼化掉 白怒吼道 你这个败类 两界的公敌 我恨 我好恨啊 恨不能生淡你的血肉 恨不能亲手撕碎了你 大公子淡淡地说道 淡定一些 生亦和哀 死亦和苦 他左右掐绝一拍 掌心处浮现出一方古卷 旋转开来 在前方徐徐打开 李云霄等人猛地睁大眼睛 那古卷正是那阿比古卷 只见其内绽放出鸿蒙金光 令人无法窥视其内 随即金光一闪 就将柏收了进去 随后古卷缓缓合上 落在大公子手中 一闪就消失不见 此刻长空上虽然布满人影 却是诡异般的寂静 没有任何声音 墨突然咬牙道 先祖大人 你不是说让妖族迁徙至魔戒吗 现在怎么连魔戒也要炼化了 大公子双手赋于身后 淡然地说道 炼化魔戒 这是我的下一步 还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呢 毕竟魔戒的力量 要远远强于天武戒 我怕会炼制失守 所以先拿天武戒试验一下 所有人都是觉得心中一阵发毛 眼前这人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 将炼制一戒之事 说得如此轻描淡写 其内可是有着亿万万的生灵呢 墨咬牙道 如此说来 即便妖族迁徙至魔戒 也终究难逃一死了 大公子淡淡地笑道 人生自古谁无死 这世界上哪有永恒不朽的存在 至少迁徙至魔戒 可以多活几年吧 该死 墨咬牙怒的 既然如此 那就休怪我族无情了